分享天主圣言 常因生命之权 下面为大家分享 耶利哥的瞎子 请大家聆听 常年期第三十三周 星期一福音 公读圣路加福音十八章三十五至四十三节 耶稣走进耶利哥时 有一个瞎子坐在路旁讨饭 他听见群众路过 便问是什么事 有人告诉他 是拿大类人耶稣经过 他便喊叫说 大卫之子耶稣可怜我吧 在前面走的人就斥责他 叫他不要出声 但他越发喊叫说 大卫之子可怜我吧 耶稣站住 吩咐带他过来 等他走进时 就问他 你愿意我为你做什么 他说 主啊 叫我看见 耶稣对他说 你就看见吧 你的信德治好了你 他立刻看见了 跟随耶稣光荣天主 群众看见了这事 也都颂养天主 基督的福音 基督我们赞美你 祝内的兄弟姐妹 耶稣在耶利哥治好瞎子的故事呢 对观福音 也就是马窦福音 马尔顾福音和路加福音都有所记载 不过在记载的细节上呢 有点不太一样 我们把他综合到一起来讲这个故事 首先我们要说明 耶利哥是被洛苏尔诅咒的一个城市 正因为被诅咒 所以在这个城市啊 有很多的残废人 瘸子啊 瞎子啊 比较多 那作为瞎子来说 肯定是没有办法工作 也不能光在家里等吃等喝呀 所以他们最好的办法就是到路旁等着人呢 来施舍 尤其是在去耶路撒冷过节的这段期间 因为有很多犹太人 他们从加利利亚过来的话 一般来说会经过耶利哥 这样他们这些超胜的人 过节的人 就要发善心 会给他们一个很多的施舍 所以这些瞎子们就是坐在路旁讨饭 这里只记载了一个瞎子 其实呢 不止一个瞎子 有很多瞎子在这里坐着 但是这个瞎子呢 他听到有人 那么多人路过 可能他也好奇 就问 哎 怎么回事了 有人给他说 是拿撒里人耶稣经过 作为这个瞎子 他肯定听说过耶稣 而且他也相信耶稣是谁 律师他就大声喊叫说 大卫之子耶稣可怜我吧 我们看到他称耶稣为大卫之子 大卫之子的意思呢 那就是君王 因为大卫是君王 不但指大卫之子是 指他耶稣是君王 同时也是指向了墨西亚 因为以色列人相信 墨西亚要从大卫的家族而出生 所以在这里呢 他相信耶稣就是墨西亚 他对耶稣喊叫就是可怜我吧 作为一个瞎子 他本身就是有一个非常可怜的处境 没有办法工作 又看不到 只能得到别人的怜悯 一般来说 瞎子这是没有办法去治愈的 可是在前面的人就责持他 叫他不要出声 他别人的责持并没有阻止这个瞎子的呼叫 他越发大声喊叫说 大卫之子可怜我吧 听到他的喊叫呢 耶稣就站住 让人把他带过来 在这里我们看到 耶稣是让他带过来 但是对观福音记载的是 他自己跳起来 棱掉外一跳起来跑过去 这里虽然没有这样说 但是我们看到 这个瞎子呢 到了耶稣跟前 耶稣问他说 你愿意我为你做什么 他说 主啊 叫我看见 这瞎子的要求是非常的简单 因为他的需求就是想看得见 因为看见了 就解决了他其他的问题 他能看见之后 就可以工作了 可以养活自己了 这时候耶稣说 你就看见吧 你的信德治好了你 为什么耶稣说 你的信德治好了你呢 因为他相信耶稣能够让他看见 他说 主啊 叫我看见 肯定他听说过耶稣 显各种奇迹的事 他相信耶稣有这个能力 所以他给耶稣说 主啊 叫我看见 耶稣说 你看见吧 你的信德治好了你 我们在这里看到 耶稣不但治好了是他的 露体上的眼目 更重要的是结果 他立刻看见了 看见之后怎么样 是跟随耶稣光荣天主 这才是非常重要的 他并不是光看见就结束了 这个故事并没有结束 他而是跟随着耶稣 并光荣天主 这时候耶稣往哪里去呢 是去耶鲁撒冷 去耶鲁撒冷 在去耶鲁撒冷的路上 耶稣经过耶利哥 治好了这个瞎子 那瞎子是跟随着耶稣 光荣天主 他跟着耶稣要到哪里去啊 也是去耶鲁撒冷去圣殿 而圣殿则是犹太人的 生活中心 宗教中心 在这里与天主 可以说沟通 现在我们看到这个瞎子 一个是他能够认清耶稣 是天主 是墨西亚 他的露体的眼 看不到 但他心里清楚 当他的露体的眼 好了 他的心里更清楚了 他更归光荣于天主 更归光荣于天主 而且还跟随了耶稣 这是一个感恩的表现 而且群众看见了耶稣 显得奇迹 也都颂养天主 这个故事呢 我们看到这个瞎子 他的所作所为 他不是说光治好了就好了 他会感恩 一方面感谢耶稣 他也感谢天主 其实犹太人呢 至今他们都有一个感恩的习惯 比如说感冒了 吃了一片阿斯匹林好了 他们会说 哎呀 天主 通过这片药 治好了我 他们一切都会归光荣于天主的 我们也是一样 应当如此 无论什么事都要归光荣于天主 就像瞎子一样 他治好了 他感谢耶稣 跟随耶稣 也光荣天主 来吧